讲到关于在澳洲找经纪卖楼做按揭等等的情况 一点都不简单 刚才提到关于找经纪 亦有所谓买楼的冷静期 冷静期如果成不了的话 业主代了你大约2,500元澳市 刚才蔡梁提到只收拾2,500元都发达 至于刚才Chris和施华都说 其实有很严格的规定 如果经纪与联络成不了 接着你不断收拾2,500元澳币 就会被人拘捕 因为澳洲是一个法治的地方 问一下Chris 例如有没有一些个案 例如Sydney的地贵 布里斯本便便宜些 但我作为买家 其实我想买一块地 你就有一层楼 其实那层楼我是不是都拆了 在买的过程可不可以 譬如也挺头痛的 其实我想要你的地和景观 我想建过的 但是你有层楼在 你可不可以帮我拆掉 还是之类 那有没有这些个案 Chris 还是 捆绑式一定要买一层旧楼 如果真的 我就要付钱拆掉再建 成本贵很多 不是每间都可以拆掉 浩梁兄 有些楼不能拆掉 为什么不能拆掉 有些楼 那些楼 那些楼 叫做保护文物 几十年才要保护 那些不能拆掉 那如果可以拆掉那些 你到底想只买一块地 要它拆掉才卖给你 你跟他说 他肯定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他拆掉 你不买那怎么办 如果你做业主 你也会这样想的 你要我先拆掉 那你有什么承担 那比较复杂些 多数都是 如果在这样的楼 都是买了之后 你自己负责拆的 那你就 你没得跟他说 我买这间楼也是拆的 你这间楼我也不要 我拆的 你卖便宜些 那又不行 他卖给你 就给那间楼 你住得 那譬如说欧洲 有些地方 譬如说那些 定性为民物的地方 他也会肯给你买的 但是有一个复杂性 他有规定就是 我买给你 或者我让你在这里住 或者让你在这里做生意 甚至让你做B&B 做酒店 但是那个价钱 优惠很多 但是你要负责 这栋楼的维修 我们有专人帮你维修 但是你要负责付钱 那你就才可以 由这个使用权 进去这个 就是不知道 什么什么 六亿十四层机 在那里 就是蹲个塔的 这个古董大楼 那些是很轻香的 因为有些 叫做历史 但又不是个个 可以去承受 这个叫保育的风险 澳洲 譬如说那一层 是属于保育的旧楼 你可以买 你可以进去住 但是你不能改建 或者拆 因为澳门 也有这样的地方 也有这样的地方 类似那些什么 澳门大楼 之类 你可以进去买蛋卷 但是你要保留原毛 政府就负责外面的维修 你负责内面的维修 澳洲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也会不会有的 一般华人抠的那些 都是几十年楼 都未曾到保护文物 只是说保护住它 不准你拆的 但是不准拆的话 改建 都不可以的 不可以改建的 里面装修 有些都是要跟 当地市政府申请的 而且你要买一间楼 你都不理 也是犯法的 一定要保护住它 是啊 那有些人就是 我都听过 大家就不要学 就出古惑 忽然间发生火警 整家都烧了 不能说 打死狗港架 没了 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说 耳价那个问题 业主可以给几个经纪买 但是业主一定 同一时间只可以 跟一个人买家 签到贸卖合约 不可以卖给几家人 那就是耳价的方式有几样 第一就是 实价它卖出来 譬如我家 买一百万 那你买的价格便宜 便宜一点 90万好不好 不行 98了 98贵 90升 94 96 96 那样 杀你 那就是96 这是一个方法 是传统方法 第二就是 这个叫做 抛卖 通常就是一个星期六 就是多些人来看 而骂一些 作为一个周末节目 在他屋的前面 那个经纪 就在那里当地 立刻抛卖 那有班人围着他 有兴趣就去买出价 一百万 一百零一万 一百零一万 一百零二万 喊到最后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博取 就是那个人就要买的了 这些人就没有 这些人就没有 顺利 你说一百万 我哪一百零五万 你买 但是我又顺利 银行 只是钱给我 这个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一定是 你说国家前 就是你要 有能力买的 你不要 付出价 同时 去看 你就不要 周围看 乱举手 一举手 当是你的 眼神都不要跟我经纪接触 急低头就是这样 第三种 就是类似 好像投标那样 他出了一个 起码的价钱 我家屋起码要卖一百万 你出高一点 出到我满意 我就卖给你 每个人都跟那个经纪联络 A君就跟经纪说 他一百万卖 我给他一百零五 有第二个人来 我就给他一百零七 第三个人来 我给他一百零八 那就等业主自己 选择最高的价钱 接受的就是那个 那如果业主不选择最高的 行不行 会不会犯法 我 就是 其中有一个出得低的 但我喜欢他的样 他的样子 像Chris 挺老实 我便宜十万 我都卖给他 是的 有些 又说出得高的人 是一个 什么人 黑人 我不买给黑人 那便歧视 犯法又不行 不知道 施华说说 有没有这样的证明 是的 施华可不可以选的 你好 施华 是的 施华可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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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说 如果卖楼那方面 正常应该价高者可以 但业主有没有权 譬如他真的玩性格 我便宜些 我喜欢卖给蔡 我不喜欢卖给高十万一个 例如说 例如说出得高价 例如说 搞错 为什么我买不到 我高过了 为什么我买不到 当然 其实他正式 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对手 但经纪可能会告诉他 没有 那个业主 Chris 说喜欢蔡 的样子 便宜十万都卖给他 搞错 痴巴斤 那会不会出现这个 申诉 我没有听过这些 那么疯狂的 不过 我不知道 租楼 我听过 硬是 不一定是最贵的 因为实在 好像你这样说 或者他 样子又衰 身又臭 你真的很不想 我们又没有听过 这样的情形 套户应该不行 因为套户一定是 价高者可以 而且是公开的 但是你刚才说的 我又没有听过 不过如果我相信 就这样估计 应该也有问题 因为好像你这样说 80万那个你就卖 其实我自己当时 已经出出到90万 你都不卖给我 我想我一定会 承认你 一定去那些 就是 批评那个 agent 但是你这么有性格 很难说 这么瘋的人 我没有听过 不过我也想 有一点点补充 刚才就是 关于那个 买屋的时候 如果你买屋在澳洲 一般来说 就是一定全世界 都要给 stamp duty 即是猜想 是不是猜想 stamp duty 各省是不同的 其实率是不同的 不过一般来说 都是约3%左右 但是如果你想省猜想 是有办法的 办法就是 不要买屋 即是不要买屋连地 是买地 因为澳洲猜想 是借成交价 譬如你大地 是买了 买了50万 上面建一间 一间屋的话 就变了100万 那你就要交100万 猜想3% 即是3万 但如果你买那地 是50万 你就不计 那间屋 你就这样 要交猜想 就是1万5 如果也是3% 的话 那于是你就再在上面 建那间屋 就省了1万5千元的猜想 这个就是第一 那就是可以是这样 省猜想 第二 就有关文物 我就不知道 Chris 那个省是怎样 我们这个省是非常之多 我们叫做heritage 的建筑 heritage 的建筑 不需要很长时间 只要你看得有特色 或者那个区里面 你是最老那间 很多我们这里 50年已经是heritage 如果你真的买了这间heritage的屋 就像蔡浩良那样说 其实它有点像欧洲那些 你是要按照政府 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地区政府 有不同的规定 也不知道你那间的文物水准是什么 可能是一级 二级 三级 那你是要根据它的指示 来处理这间屋 你除了是住画 你是要保育它的 有些的保育 就是你可以向政府申请 但是就算政府给不给你 你也是要把这间屋 好好地保护住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我们的 香港朋友 我们一般的传统智慧 是碰都不碰这间屋 因为这间屋 你其实一点投资价值都没有 因为它就算起到多少钱 你都管 第一就没有人买 第二你又不能改动 第三它一定相当之旧 旧房子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的维修保养费是非常贵的 所以 除非你真的很有性格 像蔡浩良那样 你特别喜欢 喜欢发展的 你特别有性格 那你可以 也有特色 但其实 这些是没有什么 投资价值 你住也是麻烦的 或者你租 你就可以试下来 玩后也可以 这是我少许的工作 那譬如 我想不同地方 看保育的支持 譬如日本 日本有些温泉酒店 其实它叫做收购了 原本那间 譬如温泉酒店 曾经是明智维生的 一个很重要人物 什么版本龙马 曾经在那里浸过 接着它就拿了那个灼头 就在那里改建了酒店 它可能本身都是酒店 但是转了手 当然政府就规定 就是浴场你不可以拆的 或者里面你可以把它翻身 但是你不可以 把它变成日式 变成欧洲式 等等 有些规定 当然 施华说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买这些楼 有这么多的规定 就不是个个定得顺 你除非要保育一个欧洲股保 你欧洲股保 不能把它变成保龄球场 你要保留原貌 就在这里之类的 这个就是在买卖方面 比如说 好了 签了合约 借到钱 比如说交楼 或者等等 那些会不会 都有一些 要留意那些地方 会不会到时候 交楼的时候 要怎样清楚 究竟你 看楼的时候 看到那层楼有什么 但到你 比如去收楼 然后发觉 那些又拆了 那些又拆了 原本我看到有冷气机 我原本看到 停车场那扇门 那里有个钟 还有Hello Kitty 会闪 到我收楼的时候 没有了 这些又会不会 在买卖过程那里 因为香港其实 你买那层楼的时候 他写明他要包什么 卖给你的 有时有些业主 当然新的业主 就说我什么都不 以为你搬走 最好 然后如果写明你搬走 到我收楼的时候 发觉那些东西还在 我就叫经纪 叫他回来 你帮我搬走 因为那些搬的费用 可能都是几费的 当然有些 你搬走 有一方面我拆 但澳洲那方面 譬如正式交收锁匙 收楼 那有没有什么 古灵精怪的东西 Chris 通常很多东西 哪些东西留 哪些东西不留 有些东西是跟住 一间屋的 不可以拆走 全部都写在买卖合约那里 我买屋的时候 我就很信 他律师留交钱 他就给铰匙 那件事就完了 但譬如那层楼 原本是有什么太阳能板 然后想着顺手买 不用装过 到我收楼的时候 发觉太阳能板 变了纸皮 那又怎么办 那又不行 那又要追究 有个是这样 买卖合约 写了包 那些东西 一定要原装给你 阿施华 有没有提醒大家 可能类似这些东西 通常跟香港其实是一样 fixture 你一定不能碰 所谓fixture 就是固定了 并不能搬走 像你刚才说的太阳油 又或者随柜 随柜是fixture 但是沙发 你便搬走 冷气也是fixture 灰色就有得说 灰色即是一些灯 是有得拗叫 是吧 那你就要事先 很多东西都是 譬如窗帘也是 因为澳洲做窗帘 我告诉你 是可以很贵的 很贵 是几十万港币 因为他用一些很专业的人做 我以前那间屋 四房两厅 如果真的找人做 差不多要成三万 是澳币十几 那间屋才二十万 你想想 所以这些其实你要讲清楚 因为窗帘不能搬走 但是你事先要买 你就要说明 第一就是按照这个 普通知识 第二就是 刚才我说的 一般不能插的 就不用说 你特别要留意的就是窗帘 和那些灯 很多时候就一定没有 应该是大家去说清楚 怎样 那我就看到 Sorry 你是不是有这个 我看到有些朋友有东西问 就是我们的听众 其实我也想回应一下 因为他们讲 宅宅 其实这几个朋友 他就说 关于宅宅 其实我们上次都说过 宅宅是很贵的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你买宅宅 你可能买也不觉得很贵 但你住在那里就很贵 这个朋友说得对 他说 是要1,200元一个quarter 一个quarter 即是三个月 那就是说 100元一个星期 三个月便是十二个星期 所以你是要计算的 那我告诉你 1,200元 一点都不会在书里来说 是平均价格 那就是管理费 那是管理费 我刚才说管理费和升金分 是分开两个 第一就是管理费 第二就是维修保养费 有些大厦是隔着一起收 有些是分开收 那一般来说 Beline Wong说的 1,200元一季 我们单说管理费 100元澳币 一个星期是普通 不是特别贵 又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我们又说过 如果你是那些 所谓豪华一些的 有泳池 有很多部升降 大堂很漂亮 那些一定不止这个价 那所以买楼 通常租楼你就不用付的 但是买楼的时候你要留 这些你永远都要付的 那还有亦都想提醒一些朋友 我查过我查不到 据说呢 现在越来越多 那些高升降 就是多层大厦 超过12层 那据说在澳洲 超过12层的大厦 所有的救火车 都不可以上去救火的了 你就自己找条喉 在第13楼14楼 找条喉救火 那所以呢 火车的危机是有的 那不过这样 澳洲也很严格的 譬如它有很多 银行猴在每一层 那还有那个后楼7 又不可以租资 但是也都因为这样 澳洲的多层大厦 高层那些贷款 很多时候是难过低层的 因为银行觉得 会有较大的危险 那所以麻烦你 又是要留意了 你想买58楼 那当然好 看来很漂亮 但是原来银行 可能是借借的 借的比较少 甚至是不肯贷款的 我自己收到的信息 就是6楼以下 是比较容易贷款 当然视乎你的还款能力 但我们不计你的还款能力 如果你是6楼以上 甚至12楼以上 你自己特别小心 要小心 这个我提供一些 小小的资料 是 讲开火 不如述手问 在休息之前 等一下Chris说 刚才提到 关于制水那方面 Sydney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城市 譬如说 布里斯本 譬如郊区 或者那些地方 一年有多不多机会制水 真的要用速水池之类的 Chris 所谓郊区都有自来水 如果真的连自来水都没有 就自己用水缸 如果只用水缸 雨水又不够 就要付钱去买水 那些水车 那些水车 那些水来 让你注入那个速水池 或者速水缸那里 旱灾 经常都有 澳洲是越来越干的 但是 制水呢 我都没试过 每天有段时间 没有水来 至少都是不准洗车 不准淋花 那放心 那特别 昆仑那边 因为西岸 所以 雨水应该 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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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澳洲中部那边 那些地方 才说小水 应该干的 那里没有人住 那里没有人住 那里只有国家公园 和沙漠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因为租屋那方面 其实我们都没说到 如果真的 比如说过来租屋 那接着有什么要留意呢 那我们